他叫Big John 他说他之前博反弹 3元就买了恒大 他说现在这样跌 他就觉得好不开心 他说有没有机会上3元 他就承诺 他说上3元我一定会沽的 你觉得有没有机会上去呢? 短期也是比较困难一点 最主要来说就是 那个沽额仍然存在 还有我相信市场也有一个共识 负面消息是继续会有的 所以似乎那个方向上 首先看一看2元这个位置 会不会是出现一个支持在这里 守得住的时候 就希望可以出现一个逐步回升的状况 如果你说计算3元和现在两个多 似乎差几日子的感觉上不是很多 但是因为他现在受到很多负面消息包围的时候 我相信都要有半年或以上的时候 股价才有机会逐步上去3元以上 除非可能在未来一季的时候 中央真的有一些很落实的方案 或者是一个很大力的注资 来帮他解困的时候 才会出现一个强力的反弹状况在这里 以现时来说如果中央不出售 可能都要绕阳多大半年的时候 才可以令股价上去2.80元或3元的位置 破产就是会没有了 这个就是这样的 但是其实在破产之前的时候 它也会有一个脱牌的程序 基本上如果你看到市场开始就有这些相关的公告 或者消息的时候是酝酿了一个脱牌的话 可能就忍痛就先走了 就会比较适合一些 因为可能时间会比较短一些 就是当它一酝酿了有一些脱牌消息一出的时候 可能短期就已经会停牌了 所以相关的消息就要密切留意 但是你也不建议他 其实如果他这么担心的话 会不会都是不问价 不如算了 在第二些地方赚回那个钱去吧 当然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 但是始终在心理上是不是真的这么果断呢 我想也要观众来自己衡量